俄罗斯日前派军事专家到委内瑞拉开展军事技术合作 引发了美俄之间一连串的隔空交锋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29号批评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两国间的军事合作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 俄总统普京对一些国家继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表示担忧 博尔顿29号在一份公报中称 在委内瑞拉境内的外国驻军 对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构成威胁 美国警告俄罗斯不要向委内瑞拉派遣军队和军事装备 不要企图在委内瑞拉建立或扩大军事行动 博尔顿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对与委内瑞拉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 以切断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资金来源 同一天美国政府委内瑞拉事务特别代表 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在记者会上说 为回应俄罗斯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准备好了选项清单 其中包括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回应此事实称 他可能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不久的将来讨论维内瑞拉局势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美方表态做出回应 称俄总统普京和俄联邦安全会议成员 对一些国家打算继续干涉维内瑞拉内政 表示非常担忧 他强调 北内瑞拉人民应该就自己国家今后的命运 做出决定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 何方向北内瑞拉派遣专家的决定 根据两国相关协议做出 何方此举具有国际法和双边法律基础